怎樣 驚爆內幕 中國復興靠著賣台灣BNT 狂賺了23億多台幣 第一個看到這個有點昏 我們台灣人有付錢嗎 沒有啊 企業付錢嘛 狂賺狂賺狂賺你看了不高興 那怎麼說呢 其實這篇文章 是他們的總編輯寫的 漏漏等啊 寫很長 我給大家整理一下 有幾個點有比較大的爭議 第一個他說 你看看 每期平均高達35元 事實上應該不到嘛 大概32 年冷烈才33 對 他說高達35元 按照比例非常驚人 簡直是暴利 但是之前呢 信東引進的時候是多少 45 雅各城的價格是45 雅各城的價格是45 所以買到35 你知道像那種台積電 他們那種非常會殺價 他們要採購這些 他們的採購真的超強 估計這些都要比價 那個鴻海永齡 也不是省油的燈 也不是吃素的 雖然慈濟是吃素的 但我相信 慈濟買的價格也不會太貴 他們都很會去詢價 然後他就說太貴了 第一個35元太貴了 第二個他說什麼 大千你來看一下 父親這八千多萬美元的中間過路費 根本是跟BNT代理合約 完全由台灣企業買單了 他在幫這三家企業教區 你們是盤子 還有這個我覺得也很奇怪 美國政府要買來捐BNT給台灣 都算是違反協議默契 然後所以復興反對 台灣要買BNT 復興認為非得透過他不可 意思是說去一個上海復興 可以干預美國政府的做法 我覺得上海復興佩服的五體投地 也真的是太強太強了 還有德國BNT起初並不認為 台灣不能夠跟原廠直接談 談到今年中旬簽約前夕 臨時也被中國喊咖 中國我們要五體投地 中國可以干預到德國 一個小小的上海復興 可以干預到美國政府的一些想法 你怎麼看待這篇文章 對民進黨的這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側翼名嘴 當然包含他們的綠色媒體來講 上海復興 我相信是他們心中深層的恐懼 我完全無法理解 就是上海復興有什麼好恐懼的 那麼如果大家看一下說 其實我們在取得BNT 在過去這八個月來 我們根本就是在原地踏步 八個月的原地踏步 然後這個永齡跟台積電 只花了五十天的時間 我們就取得了BNT 那我們回過頭來去檢視 那這八個月的原因是什麼呢 甚至連在買賣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紅海 這個永齡跟台積電 過去的五十天 可能有好多時間都是花在 跟我們自己的政府 在做不斷的溝通 不斷的解釋 然後不斷的希望我們的政府 能夠放棄掉一些莫名其妙的堅持 甚至為了這樣 還不惜跟政府攤牌 那麼我要問大家的是 到底是誰在黨台灣買BNT 就陳時中講說現在想要不成的人還是很多 這些人是外面的人嗎 還是我們自己的人 是民進黨吧 是民進黨自己的政治人物 我最早想買單政府跟我說不要 所以證實誰在黨 對 所以我要強調的問題是 最後我們發現 當從這個永齡基金會跟台積電 買到了BNT的過程當中 我們才了解民進黨為了 他自己意識形態的神主牌 他真的不惜拿台灣人民的健康安全 當作祭品 就寧願擺在那裡供在那裡 他寧願犧牲台灣人民的健康安全 他都要保住他自己的意識形態神主牌 七百多條人命也要講 那麼而且重點來了 就不只他害怕上海復興 他連復必泰三個字也怕 就我不瞭解台灣什麼時候 把復必泰當成跟佛帝魔一樣 復必泰是不可以出現在台灣的 但請問一下 明明是綠營的媒體 他一直要把這個復興講得這麼厲害 講中國大陸講得這麼厲害 簡直統治宇宙了嘛 對不對 德國美國都得要屈從於他們的想法 上海復興只不過是中國大陸的一家上市公司 他所做的重大的工作 他還要在他們的這個證交所做公告 他就是一家上市公司 一家上市公司 他不是軍方的 他也不是中國大陸官方的 他就是一個上市公司 如果他都能夠阻擋台灣去買其他的疫苗 我要請大家想一想 那台灣憑什麼可以跟美國買這麼多軍購呢 中國大陸一家上市公司就這麼厲害了 買軍購都不打 買疫苗去擋你 臺灣還能夠從美國得到軍購 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嗎 還有我跟你講大謙 郭正亮都講了嘛 BNT本來要找臺灣投資 是臺灣自己嫌BNT不是大廠不願意投資 而且這就是怎樣 眼鏡把眼睛拉得到 今天的一個新聞 大家覺得說買到了BNT好開心 說希望BNT早一點來 可是為什麼BNT不能早點來 後來發現是因為標籤的問題 因為政府規定要求 說不可以出現復必泰三個字 那你不可以出現復必泰三個字 叫重做標籤 陳時中告訴你 做標籤是疫苗製作過程中 最不花時間的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 他還是花了時間 因為那個標籤必須要經得住 零下七十度 貼陳時中 我們再代表沒關係 什麼關係啊 管理標籤是貼什麼嘛 500萬貼陳時中 500萬貼陳時中 我們來找一件公共生發貼 你真的這麼在意 復必泰三個字 你就上面買進來再貼就好了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為了負必泰三十四個字要拿掉 讓我們臺灣在取得 BNT疫苗的時間再往後拖 民進黨糾結的東西都很怪 你知道嗎 一直糾結 到底是誰賺了這個錢 那反正不是臺灣人出錢啊 然後還要一直在糾結什麼 一直在糾結到底是 到底負必泰三個字嘛 不可以嘛 負必泰到底 負必泰到底有哪裡敏感 然後還要糾結什麼 還要糾結到底是誰主動嘛 本來這個國際間說是被徵召 然後總統府發言人親自出來講 沒有是臺積電主動 但是我們看到梁文傑又出來講 沒有什麼臺積電主動 他說是怎樣 他說是我們找臺積電來幫 郭董買的 現在還在糾結這個 誰幫誰買 還在那邊糾結 然後你知道現場主持人都驚呆了 所以民進黨是沒有臺積電 郭台銘就買不到嗎 反正現在當然臺積電這家企業 我們知道了 他非常非常的低調 所以雖然他有回應一些 這個一些這個人的一些詢問 但是我們看到講的也是很低調 剛好偉翰趕到了 我問一下 好這篇自由總編輯的文章 最後就是 我們是不是非要BNT不可 全世界沒有更好的疫苗嗎 真的是最好的 最好的 你可不可以去買更好的疫苗 沒有 我突然覺得那個 如果周久文 周姐 有時候比較忙 沒有時間寫 所有人我可以幫他寫 因為他的論調跟我一個月前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先忘了BNT吧 郭董好了啦 有沒有 大家記得我寫過這兩篇文章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BNT在臺灣是吃力不討好 花了五十億還要被人家罵的 那你幹嘛呢 但是我要先講一個前提 我們看到自由時報一天到晚講 謝謝日本 謝謝美國 美國的總統跟前總統都是打BNT 你先搞清楚要不要BNT 再來跟我想跟誰買BNT 然後再買多少錢 就這三個很清楚 第一個 要不要BNT 他是好的疫苗還是不好的疫苗 如果他很差又很貴 我們當然不要 所以當自由時報今天都已經簽好約了 然後各五百萬 大概九月中十月可以到 快的話九月就可以到 然後這時候你再來講說被賺很多錢 這些網友真的 他們哪一個人講錯了 花很多錢 立法院已經執行六十七億當中有拿去買BNT嗎 沒有 執行去什麼 不知道 不講 因為機密要保密不能公開 奇怪 那為什麼台積電跟訪言 買的BNT的價格就能公開 這奇怪了吧 所以一件事情戳破了幾個謊言 第一個就是中國大陸不賣給臺灣的這個謊言 中國大陸把臺灣希望有一天統一 臺灣當成一審這是事實 中國大陸不讓我們用中華民國的身份出席聯合國 這是事實 中國大陸在沒有九月共識的情況之下 不讓我們去WHA 這也都是事實 但是你跟大家講說他不賣我們BNT 那你要拿出證據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BNT因為原本只有BNT 十八歲以下可以打 那這兩天也有研究 莫德納十八歲以下的也開始幾個國家 可能開始要開放了 所以莫德納跟BNT都是國中生跟高中生 他們的救星 那你要叫這些國中生高中生 他們怎麼辦 要開學了九月了 家長會擔心啊 我看到最近這幾天有家長成立 BNT那個粉絲團還是社團說 我寧願把我的這一劑交給我的孩子打 那大家都慘了 我們現在是怎樣 疫苗太少了 然後說要再加買 不用了 已經夠了 大家聽了當然會生氣嘛 我還是那一句話 BNT它是不是一個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需要的疫苗 大家要不要 第二個 既然要你得跟誰買 上海復興 他有代理權 這我們講了兩百次了 所以就不用再多講了 那你就是必須透過他的代理權 那現在東西也買了嘛 也簽了啊 有什麼問題沒有問題 所以林犬現在變冤大頭 第三個就是這個疫苗來了 那個價格是多少 現在看起來三十二塊左右 美金三十二塊左右 然後你說好貴 說美國只有十九點五 那還要搶 他還好被郭台銘買到 要不然資匪更 資匪更多啊 我只要算給大家聽 我們曾經有可能一度用四十幾塊去買啊 那不是更慘 被賺更多 對 我還會打斷你想講到吳子佳 我們剛好有一段這個吳子佳的日課 我們來聽聽看 來 然後凌晨三點鐘寄給羅秉晨 他們的這個負責人高層 如果認為說已經感覺到事情會破局 那破局的情況之下 他們將要把這個整個交涉的過程 全部公開 這是最嚴重的一段 羅秉晨看到嚇到了跟總統報告 總統才立刻要召見他們兩位董事長見面 而且被拒絕 我是看到羅秉晨 第二天才收割這個事情的成果的記者會 那個厚臉無恥不要臉的態度 我看得非常憤怒 我才要把這個事實真相 讓 講出來讓國人一起來分享 說知道我們的官員多麼的不要臉 台灣人現在就是在坐以待斃 他是誰害的 羅秉晨這些官僚害的陳時中啊 蘇貞昌啊 包括蔡英文總統啊 總統應該要負責 然後沒有一個人這件事情 感到一點點的這種 說有一點點的不好意思 或是一點點的道歉 我們已經死了700多個同胞了 一點悔過之意都沒有 居然還大那那的禮拜一開記者會 還要收割這整件事情是他的功勞 就是簡直是看我快昏倒了 也讓你生長人來討論一下 謝謝你 我們來找旅程的 我們來吃幾乎 還要把賞與魔物 您的家人的傅 如何含使你 我們來吃兩次 不來吃雲 便買了 我們來吃雲